新一年是時候試試新菜 上環有一間剛剛新開業的 新派法國Fusion菜餐廳 老闆Kim總廚在巴黎南大學藝 有去過不同的國家工作 他創作的菜式可謂雜伯家之大乘 非常獨特 我們Goldfincher會用上亞洲不同的食材 用上一些法式的烹飪手法 呈現一些沾身的菜式 例如頭盤會有麻婆豆腐 主菜會有沾江雞 甜品會有滷油撻 這些菜式的名字可能大家都很熟悉 但做法亦是很不同的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煮 我小時候都會看很多不同的烹飪節目 以及烹飪書 我讀書的時候都選了法國巴黎南大學院 去進修這個廚藝課程 畢業之後都會去不同的國家 例如杜拜、澳洲、阿瓜多爾和法國去做事 學了不同的烹飪手法 不同的食材 都會融入在我餐廳裏面 麻婆豆腐 其實取材著兩種不同菜式的靈感 分別是中國四川的麻婆豆腐和中東的Hummus 這個菜式用了黃豆 即麻婆豆腐其中一種原材料 取代鷹嘴豆做了一種Hummus 上面會有麻辣醬炒過的雜菌 也用了炸蓮藕片 一種中式的食材 取代中東吃Hummus的時候 用彼得包去吃 外形完全不像麻婆豆腐 但入口就保留到原有的香辣味道 口感變得非常綿密 令人印象深刻 炸光雞是廣東四大名雞之一 放養了120天 跟一般其他free range的雞不同 肉就是沒有那麼實 另外都會比較肥膩 還有雞味都會很重 我們都用了醃了一晚 然後再風乾幾個小時 再慢煮 然後再煎香外皮 亦都配上新鮮生蠔和雞骨餓成的汁 旁邊都有一些 用了日式有脂胡椒的方法 但是用吉來做一個吉子胡椒 另外還有一些中式食材 蔬菜、雲耳、木耳和西蘭花廟 炸光雞的賣相非常精緻 用上中式食材做出法國菜的感覺 這個牛小排都用了印尼巴東牛肉 這個菜式去做靈感 首先牛小排慢煮了12個小時 再用淋上巴東牛肉的汁去煮 上面亦都有菲律賓的零食 叫做Cornic 底下也有一些Polenta的泡沫 和魚衣甘藍增加風味層次 最後甜品都不適合 一樣都是大廚的創意之助 甜品的滷油撻是源自傳統法式的水果撻 那個撻底下會有牛油皮 中間會用了滷油皮和橙花水 去做一個Pastry Cream 亦都用了一些亞洲食材滷油在上面 亦都加了一些來自台灣 帶有香脈、檸檬香味的胡椒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